不好意思啊 节目暂停一下 所以可能应该是个播出事故 我得到主办方的指示 他们告诉我 不要让贺资书的太难看 请说 我这个原因 导致任何一个人走 我持续新推翻这个责任 为什么都说薛之谦是一个很温暖的人 在一档节目里 当薛之谦和素人歌手朱星东合唱歌曲《江南时》 发现节目组把他的话筒声音调得很低 而当时朱星东正处于被怀疑假唱的时候 节目组这个操作 似乎是想让朱星东的假唱传闻 传得更猛烈一些 从而创造热度 但是薛之谦是音乐人 是一名对音乐非常执着的歌手 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 但是也不能直接去硬钢节目组 于是他就压住了朱星东的手 把自己正常的麦克风 递到朱星东嘴旁 制止了节目组抹黑歌手的行为 靠着这一行为 还了朱星东一个公道 刚刚在台上虽然紧张 但我觉得我可能一辈子忘不掉 谢谢薛老师 哪里哪里 可能是作为职业音乐人的底线 薛之谦向来都拒绝假唱 也拒绝对一名歌手的无良抹黑 更不能忍受节目存在黑幕 薛之谦在选秀节目明日之子担任导师是 揭露节目组的黑幕 怒摔话筒保护选手 为了维护选手的权益 薛之谦不惜与节目组直面影刚 与资本对抗 在面对工作人员时 也从不会摆什么明星架子 在某档节目中 看到司机师傅 饿了一整天没吃饭 于是自己买好食物 让师傅先把饭吃了 自己则是主动去帮他开车 让师傅休息回忍 师傅 我给你商量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薛之谦的这些暖心行为 为他积攒了非常好的路人员 可能是自己临过远 所以总会想着给别人称拔死 于是在他有了名气有了能力之后 他总会对需要的人身处援手 所以在遇到毛不易时 为什么会选择不留余力的帮助他 薛之谦说过 在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里 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自己这一路走来有多难 也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所以如果有机会可以帮助别人的话 就不要吝啬了 伸出援手 也许只是小小的一个善意之举 可能会给别人带来无穷的力量